近年来 在中国等域内国家的共同努力之下 南海问题得到了有效掌控 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基本形成并发挥作用 南海局势安定平稳 南海局势持续向好 菲律宾等南海域内国家获一倍钱 这一态势得到了南海域内国家的高度认同 然而总有一些南海域外国家见不得南海和平 千方百计寻找借口到南海告示 这些不安分的国家以美国为罪 现阶段美国又到南海来告示了 4月13日报道称 就在美国等国日前 江湖峰号航空母舰搭载10架F-35战略飞机 和3500名兵员与菲律宾海军一起在南海举行 肩并肩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前提下 有记者在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主持的记者会上问到了 陆康对美国军舰来南海演习给予了强硬回应 显示出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和南海和平稳定的 坚定信心和强硬态度 陆康这次记者会上的回应 是在前一次外国记者提出的 有关菲律宾官员宣称南海是菲律宾的这一问题 做出了南沾群岛是中国领土 有关权力不容挑战 回答的基础上再一次表态 他表示南海本无事 本地区有关直接当事国一直在通过 友好协商解决或者掌控彼此分歧 本地区国家正共同努力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 南海本来风平浪静 希望域外势力不要星光作浪 外交部的这一表态 既是南海域内国家的鲜明态度 也是对美国等意外国家的严重警告 外交部的这一表态 传递出三大强硬信号 其一是南海无事 前几年南海问题曾经被 菲律宾阿基诺三市场的火热 但最终被中国化之于无情 而今南海局势持续向好 南海域内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了共识 南海不存在任何事端了 当然中国给出南海本无事这样一个结论 是有底气的 一方面 南海问题在中国看来已经不是事 另一方面 中国和南海域内国家有能力掌控南海 南海不是域外国家搞事的借口 域外国家子了这份心吧 其二是中国有能力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在南海问题上 虽然包括菲律宾在内的 直接当事国之间依然存在一定的分歧 但南海的和平与稳定才是与内国家共同的愿望 中国一直在努力推进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也取得了许多成效 通过友好协商方式掌控分歧是解决分歧最好的方式 美国将航母开进菲律宾并与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无非是给一些菲律宾的反华言论撑腰壮胆 但这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不过是要来搞事的借口 其三是像想来南海兴风作浪的域外势力给予严重警告 南海本来是风平浪静的 美国将军舰开进南海搞军事演习 就是要将南海搅混 近年来中国在南海 进行主权国家必要的防御设施建设 南海域内国家都太多明朗没说什么 而美国党域外国家却持手画脚痕加指责 而今美国军舰到南海来演习 就是拉着菲律宾而对着中国来的 将菲律宾当成美国的一杆枪来搞乱南海 对此中国以既往域外势力不要兴光作浪 给美国的行为下了定义 中国外交部对于美国拉着菲律宾 到南海通过军演稿试 给出了三个强硬的信号 这三个信号背后是中国的底气 决心和态度 中国外交部的这次回应还表达出一定的弦外之音 就是如果美国不信扎苦 而要拉着菲律宾在南海上一意孤警 中国必然要采取合理合法的手段来保卫国家主权 领固安全和南海稳定 中国已非西域之中国 南海也非西域之南海 在南海问题上容不得美国等预外国家兴风作浪 我想说的是提到南海 你会想到什么 中美海上战略角逐前沿 东南亚地区安全根基 亚太地区战略形势走向根本 都没错 南海问题争议了这么多年 始终是日内域外各国驱除不掉的新定 当前围绕南海岛交主权和海域化解的分歧不断 空间和资源开发竞争也愈演愈烈 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的 2019年预防性优先事项报告中 中美之间在南海的军事对峙或武装对抗 更依照紧急程度被排为最优先事项 我们都知道 全面掌握南海的政治 经济 经事态势 是推动如是严峻局势持续改善的前提 但除了平行爆出又逐个起伏的纷争热点 还有什么渠道能提升各国对南海的深入认知 南海又名世界海上通道 全球近40%的货物贸易都要经过其航线 已经关系到了全球经济的繁荣 从人际上看 南海周边地区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 它的稳定与繁荣关系近20亿人的扶植 但在2009年到2016年间 南海局势的持续发酵和接连不断的事件 危机 还真没怎么给过这片地界太平等于等于的 两年多前 各国对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度的工作 长期国议后的政策理性给了南海局势总体上的缓和 在烧轨思路下 有关各方也加速推进 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与危机管控 然而 危机事件的暂缓 并不代表南海真正的方平浪静 绝不可忽视南海日益浓厚的火药 火药的重心 当然不外乎中美两国 中美南海战略博弈加剧 中方近年来的南海政策很明确 就是言去可制 针对美军在南海日益增强的军事行动 中方在跟踪 驱离和抗议外 尚没有任何激进的动作 与此同时关于南海的岛礁建设 中国也仅部署了少量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 一个较明显的迹象是 中方岛礁建设的重点 正在转向民生建设和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 比如去年10月 中国就在南沙群岛启用了海洋观测中心 气象观测站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 开始提供相关监测预警服务 对于美国国内鼓吹的中美战略竞争 南海摩擦议题 中国可以说从未随风起舞 但即便没有挑战美国的战略意图 中国的维权行动和崛起势头本身 即会被美国看成 是对其亚太海上主导地位的威胁 从奥巴马政府开始 美国就在南海问题上 给中国罗列了多重罪名 诸如破坏航行自由 脅迫邻国和不遵守国际法等 这些冠写堂皇说辞的背后 其实是美国 特别是美军对中国南海力量 和控制能力增长的严重不适应 南海乃至整个西太平洋以前的权力结构 并非常态 它是建立在中国等国海空力量 过去相对孱弱的基础之上的 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和军事现代化加速 这种权力结构势必要进行相应调整 中国作为南海最大的沿岸国 理应对该地区事务有重要的发言权 中美在南海斗争的日趋激烈 本质上源于美国南海政策的快速军事化 就当前的南海局势 美国战略界 智库和美军都非常不乐观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戴维森还扬言 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强大到 足以支撑其在南海的领土主张 而要想阻止中国 只有进行武装冲突这一条路 当然了 美国国防部和军方 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也做了相当一番动作 2018年美军明显加大了航行自由的频率和烈度 基本上保持每八周一次的频率 在南沙中方驻守岛礁的12海里内 多半有高速机动 演习训练和其他刺激性活动 此外美军还大幅强化了战略威慑 2018年全年 美国海军先后有四个航母打击群 四个两栖戒夥大队以及多艘核动力攻击潜艇 三十架子B-52H轰炸机前往南海及其周边地区 开展战略威慑活动 在舆论上美方也以为 中国正常的军事能力建设和维权行动 扣上了南海军事化的大帽子 在国际上对中国激进北方抹黑之能事 却竭力回避自己在南海 愈演愈烈的军事化政策及动作 在展现强硬的气氛下 我认为美军会持续加大南海军事行动的烈度 在和平与冲突间的灰色地带不断进行探索 试探中国已见 这必然会不断逼近 想归我武装冲突和战争的门槛 到今天为止 中美关于南海局势 都没有进行过深入实质的沟通 包括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党机制 都停留在相互重申立场的阶段 中方要求美方不得侵犯其岛礁主权和主权权益 美方则强调中方不得破坏南海的航行自由 不能搞岛礁军事化 然而 中美矛盾的焦点既非主权之争 也非航行自由之争 而是权力和秩序之争 随着中美南海战略竞争的加剧 在我看来 双方最应谈的是军备控制 权力结构和军事行动规则等实质问题 而不是主权 航行自由等表面功夫 中美两方的建议很明确 谈一些真问题 南海局势各方皎洁之繁杂 当然不止于中美 就过去一年的情况看 东盟及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中总体属于稳定因素 菲律宾继续搁置争议 并与中国围绕南海 尤其开发合作达成谅解备忘录 越南 马来西亚 文莱等声索国南海政策 也未发生大的变化 但也不能就此乐观 作为南海问题的直接当事国 菲、越、马等国与中国之间围绕岛礁主权 和海域化界的争议并未消除 各国国内对如何处理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 存在不同看法 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当然也不可小觑 另一方面 随着南海地人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 日本、澳大利亚、英国 法国等域外国家 基于本国战略利益考量或因因美战略调整 介入南海政策的取向也更加清晰 存在感越来越强 比如日本 就以实现新的海洋立国为战略目标 精心筹划 有序推进南下战略实施 对于当前的南海局势而言 域外国家扮演着最后的砝码作用 他们基本上倾向于支持美国 但还留有余地 一旦不再保留这种弹性 必将助长美国的冒进和中国的强力仿制 局势将在难控制 中方的搁置争议与克制当然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相关各方能够相向而行 如果有官方误解了我们的善意 过于咄咄逼人 必要的反应自然也会随之而来 毕竟任何一方都不可能 也不该想在南海建立盘塌性秩序 西太与南海最终只能有权利地分享 否则的话就还是那句老话 做好谈合战的一切准备 请不吝点赞订阅